OK 讲完了 因为刚才我都讲的家梁已经慢慢讲完了 基本上 首先我先向大家道歉 没有办法每个礼拜回来看你们 因为 我跟大家报告 首相委任我做的这个部门 就是地方政府巴掌部 它是一个全国非常非常重要的部门 内部呢 只是职员有高达两万人 两万人这么多 我们管什么东西 方方面面 OK 从你家里一出门 花园的道路 路上的路灯 给你的水沟的清洁 到公厕 厕所 甚至于 全国消防拯救部队 OK 都是我们的 现在手下又在家里 最为重任 把全国六百多个华人新村 从环节部调回来 我们的地方政府巴掌部 又多了六百多个新村要照顾 所以 这个部门 是其中一个非常关系到民生问题的 非常重要的部门 下面有一百五十五个县市议会 当然也包括安顺十一位 只是消防队 就有一万五千的员工 还不止消防队 还有全国三百三十支 自愿消防队 只是自身机都有九两 只差没有鲜水亭 自身机都有九两 还有你看到 Patakali 土峰 装成救人 收救人民的这个 收救钱 全国都有三十六支 每一支都是从英国 补生补党专业栽培 过去显朝政府的一支 这个仅限 身价高达五十万 当然 不是他的狗 所以有时候人家说 人命不如狗为 但是不是 没有 不是狗为 它是包括 那个 那个训练 那个 那个教官 这个不是每个都可以啦 比如说啊我们下面的 捕鱼你就厉害啦 捕鱼捕虾你就厉害啦 这个狗给你train你肯定搞不定 因为他这个狗英国的配置 我们有试过马来西亚配种 可是他配不到那个小狗 而且他这个呢 英国来的 他来这个马来西亚 执行任务 他还有warranty的哦 如果那个狗表现不达标 一年内 送回英国 换一只是赢的啦 所以这个价钱是一个配套 是不是送 好像你来这个 这家 这家叫什么名字 叫polywata polywata 我本来是主要 不爱讲啊 爱讲啊 什么 可是呢消防局买狗不是这样的 是有warranty的 包用的 包 gifat 包商载 所以不一样 我们这个部门 非常的大 所以呢 他白说 里面的 只是在部门里面 总建就有八个 一个部门有一个总建都不错了 我们部门有八个总建 全国消防 整救队总建 一个 全国地方政府 总建 一个 全国 全国城市乡村 规划局 总建 也有一个 全国 言喻去 这个 小巴桑 Landscape 种花种草 总建 也有一个 总之 总建的有八个 还不用紧 管完花花草草 管完消防队 垃圾也是我们管 啊 垃圾也是这个部门管 所以呢 这些 我们都要大家的这个去 全面的配合